在日本古时流传这样一个传说 如果一个名叫仁光的妖僧来到你的村子 请一定不要让他留下过夜 否则到了第二天 村子里所有的女人都会被他带走 再也不会回来 而仁光的故事还要从那是个普通和尚时开始说起 仁光作为刚出家不久的和尚 平时勤勤恳恳 无论是修行还是劳作都无可挑剔 但他俊俏的面容很是出圈 全国没有一个女人是不知道他的 这让仁光很是烦恼 他每次下山化园 只要路过村子 女人无论老少都会前来为官 如果有幸摸到他 能开心数把来月 都说和尚要禁狱 但这么多女人迷恋自己 难免会有动摇的时候 仁光为了克制欲望 每次都会尽心禅修 但庙里住持认为 仁光再这样下去终究会把持不住 只好禁止他下山化园 等到和尚们再次下山 女人们见不着仁光 十分恼火 冲其他和尚大发雷霆 有个和尚色心意气 站出来表示放开仁光 冲我来 女人见他一脸碎样 啪的一声 哪来的滚哪去 和尚这才体会到 被这么多女人围着 是多么的烦恼 另一边 仁光还在庙院打扫 却听见有个女生叫他 他迷惑不已 遵循着女生走去 终于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女孩 但对方却戴着面具 问他什么都不回应 这让仁光有些迷糊 结果下一秒 女孩就脱去衣服 强抓着仁光 让他摸摸自己 完了 这一下我不干净了 没想到仁光一回头 女孩居然变成了无脸女 这把他吓得直接撒腿就跑 经历这件事后 仁光再怎么打坐禅修 都没办法静下心来 满脑子都是 女人女人还是女人 等等 怎么还想到了男人 仁光 你这思想不对劲啊 这惊心禅修 真的是越修越造 最后还把精神整崩溃了 真就是所谓的 想女人想疯了吗 仁光休息几天后 神志这才恢复过来 他为了克服欲念 决定外出云游 但他的人气实在太高 走到哪里都会被女人盯上 仁光没有办法 只好身居山林休养 然而 欲念一旦出现 就很难退去 仁光总觉得 身后有个女人 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为此他变得越来越神精致 总是害怕 哪里会冒出个女人 甚至在吸溅洗澡时 都能幻想出 无数个赤裸女人 从水中窜出 这把他吓得 只穿条内裤 撒腿就跑 没多久 仁光在山山中 偶遇一位剑士 剑士一眼就认出了他 一路上跟在仁光后面聊八卦 很快 两人路过一片村庄 却不料撞见一桩命案 有个妖女 专门魅惑男人 吸食他们的精气 一个妇人 为了找到失踪的丈夫 特地委托两人帮忙 剑士色胆包天 帮你可以 但等我除掉妖女后 你这房子不仅归我 你也要归我 妇人也无可奈何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仁光不愿帮忙 便留在村庄 让剑士一人去完成任务 她似乎忘了 仁光是万人迷 剑士前脚刚走 妇人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剑士这头顶 简直就是一片绿啊 仁光又给吓得撒腿就跑 好不容易就要禁欲成功 结果突然来这么一出 你这不是在玩我吗 没办法 仁光只好去找剑士 然而等她找到对方时 妖女已经登场 吸干了剑士 现在又有个送上门的食物 妖女开心极了 她发动魅术扑倒仁光 开始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仁光不停挣扎 完了完了 这一下我真的不干净了 要怪就怪 妖女魅术高超 反正再怎么挣扎 也无济于事 只好任由妖女霸王硬上弓 这时仁光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自己既然能够魅惑万千女性 那便和妖女没什么两样 既然自己无法禁欲 那又为什么还要克制 这一刻仁光想清了一切 决定做最真实的自己 她反克为主 把妖女给解决了 第二天村庄出现了怪事 村民们发现 女人全都不见了 他们并不知道 仁光已经变成了妖僧 只要念起咒语 就能把附近的女人 全都魅惑过来 这一下 仁光有数不清的风流债 等她慢慢还了 其实性欲本身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需求 并不是什么肮脏的产物 而仁光一味的逃避 导致自己变得风魔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调整好心态 去好好看待这一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仁光受难记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